再一次哈嚕 各位天而不知開箱的好朋友 我是信天和寶的Yoyo 今天要講龍的寶物 這個記憶遊戲 它是記憶遊戲裡面我最喜歡的一個 大概會有四個 八毛運動會龍的寶物 滿腦子番茄 跟記憶黑洞 我最喜歡的四個記憶遊戲 都會有教學影片 這個遊戲最方便的就是 可以直接開始玩 不用講什麼規則 誰先 對你可知道記憶遊戲都是我先 因為先開始的人 比較不理想什麼都不知道 其他的人就可以先看我翻什麼牌 因為記下來這樣子 那麼遊戲目標是 收集到很多牌 牌最多的人會贏 那我們就邊玩邊學喔 我翻的是一隻一條龍 牌上有一個白色的點 這個是故意的話 是故意畫的 意思是說一張牌 我就可以收起來 我不需要再翻跟它同樣的圖案 我一張牌就可以收它 那我也就是這麼做 因為我知道 就是龍牌最多的人 遊戲結束的時候會有獎金 所以我先開始收集龍喔 好 輪到阿里了 阿里可能隨便翻 也是一隻龍 那他可能決定再翻一張 好 那這個就是 遊戲最重要的一個規則 龍跟玩具一起出現的時候 這個玩家的回合就結束了 因為龍最愛他的玩具 他不讓你拿走他的玩具 這樣子的情況喔 龍跟玩具一起 NO NO 回合結束 好 那輪到下一個玩家 好 車子是玩具 那我知道這邊也是玩具 雖然跟車子不同 但是我還是可以翻它 不會讓我的回合結束 那麼我再一次翻牌 翻龍的話 那我的回合也結束了 翻車子 沒有 翻龍 那我說的 我的回合結束 而且我不能拿什麼牌 也不能拿那個一個點子的龍 因為對 龍跟玩具 在一起就是不行 好 輪到阿里了 龍 那龍跟龍是不是可以 可以 他會想要不要再翻一條龍 但是我們目前不知道 其他的龍在哪裡 總共有12張 翻龍的機率蠻高的 但是還是不會冒險好了 那阿里已經有兩條龍 我一條龍到我了 那我繼續 喔 這個牌有三個白色的點 蠟燭台 那等於說的是我需要翻三張一樣的牌 我才能把它收回我這邊 那可能在附近 欸 真的 喔 這個是戒指 戒指只有一個點子 一個白色的點 那我要的話我可以停止 然後我就會拿到一張牌 所以蠟燭台的話就翻回去 但是我覺得 遊戲剛剛開始 我應該可以繼續翻 可能其他的蠟燭台在附近 嗯 又是龍 好啦 這個都沒有 那這個遊戲有一個特別的規則說 龍跟戒指一起出現的時候 龍跟戒指可以一起拿走 所以阿里又得到一隻龍 好了 喔 整個寶物箱有四個白色的點 嗯 四張一樣的牌 喔 繼續去 啊 每次都是我 那阿里又有機會了 龍跟戒指一起翻一起帶走 其實你也可以玩嚴格一點 就是連戒指跟龍一起出現的時候 都不能帶走 但是遊戲說明書不是這樣寫喔 這個是我個人的家裡玩的一個規則 那個作者聽到的話可能會申請 怎麼可以改他的規則 換我的龍 那我停止 先收這隻龍 換阿里了 所以你可以一直翻牌 只要你不要翻到龍 你可以一直繼續翻 蜘蛛 連一點都沒有 等於說蜘蛛都不能拿走 它就是會讓你的回合結束 遊戲結束的時候 龍最多的人會有一個獎金 它的獎金就是三張蜘蛛 那就是多三張牌的意思 最後剩下三張牌就是三張蜘蛛的意思 那這三張可以給龍最多的玩家 目前是阿里的回合 它差一點拿到四個寶箱 三個蜘蛛牌 但是蜘蛛出現的時候 它就必須結束它的回合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禮物 它可以讓蜘蛛牌跟另外一張牌 調換位置 那它覺得即使把這個蜘蛛放在這個面前 是最好的 因為我很容易翻這張牌 四個寶物箱 兩個車子 它知道這個是龍 它不再翻 那我還可以翻一個龍 三個蜘蛛要給龍最多的玩家 我們看一下誰的龍最多 但是不管我龍有沒有比它多 贏不了它 但是我還是要為了我的名譽 看我是不是有拿到最多的龍 有最多的龍 至少我有這個獎金 七條龍它只有五條 因為總共是有十二個 那我很榮幸可以拿到第二名 而且是龍最多的玩家的第二名 但是好 恭喜阿里你贏了龍的寶物 這個遊戲的規則就是這麼的簡單 又好玩 希望你們也喜歡玩 甚至可以跟我一樣 一個人玩會很開心 那麼下次見喔 掰掰